歡迎收看Sports Network,我是郭子龍 英超冠軍曼聯,7月29日會在香港與潔志踢友誼賽 陣中的超新星湯卡華利率先抵港 感受一下東方之珠支持者的威力 期間更接受SN的專訪 更透露她的生命中多了位寶貝女女 令到她的足球生涯當堂有一點點不一樣 何用生與湯卡華利的專訪立即送上 愛好聰明仔的湯卡華利 接受Sports Network專訪時強調自己展開人生的新一頁 事關剛剛做爸爸,寶貝女Rose是她的最強後退 其實我會比較勉強,當你玩給別人 所以我會很興奮,我會成為父親 你會教她玩足球嗎? 對,絕對,絕對 她已經在踢了她的腳踢 湯卡華利做人亦喝水思源 她說很感激萬聯前領隊費格信的題材 當然,Servalix是我的隊伍很驚訝 我個人很驚訝 他把他帶進去 是一個很棒的方式去看他 去贏入監獄 我祝他未來最好 對於萬聯陸續有新舊球員交替 這位現年23歲的中場超新星 亦都想到自己的位置 I feel like I've got things to offer in defense and attack I'd like to score a couple more goals and assist a couple more goals next year I wouldn't say I was defensive or attacking I prefer to be both box to box 她說很期待在下個月歸隊 看看和萬聯的新領隊莫耶斯 拆出什麼新火花 事實是,湯卡華利事事認真 落旺角做訓練營 升級導師亦都百分百投入 一位英格蘭中場靈魂之一 還表現親切友善的態度 近距離和球員接觸 友善提醒紅魔的支持者 729萬聯將會在香港大球場接受結智的挑戰 湯卡華利反轉旺角 除了做導師 亦都幫香港新秀做形象指導 選下三 這位紅魔人 港道新球季應超大作戰 尤其是四巨頭 無論領導層和陣容都有大動作 聰明仔認為對萬聯來說 其實未驚過 Chelsea我認為會增加 Mann City會永遠都會增加 但我認為我們有很多年輕人 獲得我們的經驗 所以我認為我們會增加 香港足球代表隊後防主力李志豪 飛到北京成為國刊新人類 效力南華十二年的虎哥衝出香港登陸中超 為爭取正選打平 一切順利的話 7月7日在中超作客上海上港 會為北京國安披革 7月10日更加有機會在中國足協盃 主場遇上有 陳少奇和梁振方助陣的廣東日之傳 讓南華轉頭黃濱FC香港的歐陽耀聰 有機會和新隊友梁冠聰、李家耀及黃威 到日本粵組聯賽球會FC橫濱訓練一個月 教練李志堅說 這個長遠計劃希望將來有球員有能力 登陸日本職業聯賽 23歲的歐陽耀聰說 決定下山是因為希望確保自己的出場機會 希望上季踢足半季到入球 希望今年踢足可以入球 很大部份去你那幾個都是在大陸 不一定是好 其他可能在球會上得不到證書 所以會離開 找一隊自己會有證書 畢竟南華進攻球員都是給外援 所以我們這些會比較少機會 重返頂級聯賽的東方沙龍 新球季將會組成千萬大軍 重建王朝 我都說了 阿倫是早上告訴我要買什麼 我真的買齊了 現在輪到和仔 怎樣炒 都算要順利 因為始終我都搞了這麼久 大家都很容易去談到怎樣 我亦都尊重回會 很多人都問回會怎樣 然後才叫人過來 都算要順利 既然上來甲組 亦都不會說球有其其 只不過是 可以說有些人說 旋轉來踢 我想這個不是 不是球會的方式 不是教練的想法 所以我們一天一起做 就做到最好 當然我都說了 我們是令到現在 找到這樣的球員 即是在第一年來說 我自己和球會都覺得 真是滿意可以找到那些人 將來第二年點第三年點 我們希望一路一路有重目 目標跡身港甲三甲的東方沙龍 教練李健和和眾神歐偉倫 這對左輪右利 是球隊兩大重心 球員方面 南華、屯門、大埔都樂意放人 令李海強、比圖、迪高 甚至伊達、文彼得、基頓等 都成為東方沙龍的新鮮人 加上黃展鴻、基奧雲尼、梁子俊等 肯定會幫到由球會一手提拔的新手 另外,身高1米94 曾經代表巴西17歲以下 小國腳的門將保羅亦加盟 東方沙龍亦向足種入信 申請以深水埗運動場做主場 青少年足球挑戰盃決賽日 得到多位港甲球員到場 為大約60位12歲以下的新秀做技術指導 除了公民的謝德謙 以及得到中甲球會垂青的科夫 還有重返港甲的老牌球會魚丸 魚丸新球季除了保留多位升班功臣 還有一口氣羅致包括楊次倫在內的八位球員 另外,球會也會密息來自南美洲的外援加盟 除了本身,我們找了彭智健,黃炎坤 朱家樽,一個青年球員 我們都盡管我們和楊次倫 我們找了兩個本地的外國球員 就是阿肥沙和阿坤草 還有一些就是年輕的 我們主要找多些年輕的 希望一、兩年間可以改變他們 因為我們教練都會請我們各個教練 所以我們可以訓練到好的球員 有機會踢到甲組的水平可以停高一點 修盾足球場6月9日 重拾那些年香港足球光輝歲月的回憶 即使期間還要龐塌大雨 香港體育記者協會25週年小型足球邀請賽 依然升閃閃 匯聚7、8、90年代的球星 作為主人家的體技協 得到陳炳安、邱建威、馮家琦坐鎮 還在初賽以2比0擊敗香港小型足球總會 但到了決賽就完全是一場教學賽 對手余星元老 擁有傻炮陳樹明、陳慶榮兩大肛門 還有第一屆香港足球先生梁能仁 以及王福榮、陳志光等猛將 冠軍戰踢落逐漸變成一面倒 余星元老由林慶倫先開紀錄 之後再由黎樹暉連入4球 最終大勝5比0成為最終王者 黎樹暉更加以5個入球成為賽事神射手 效力休斯敦火箭的James下登球技了得之外 大鬍子亦是他的註冊雙標 估讀他的外形是否與Mr.T有幾分相似 但James Harden在球場上絕對霸氣 亦是鐵一般事實 香港青少年籃球運動員 就有機會與NBA11-12年度球櫃最佳第六人 近距離接觸 大鬍子James Harden到訪香港 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在訓練營 向香港青少年籃球員 傳授他的獨有籃球心法 鋪入球場 球未打 親切的態度 與他外觀上流露出來的霸氣 完全是兩回事 不過真正在戰場上 只要吸我籃球 暫時下登的躁藝 就陸續展現出來 一舉手一投足 投球的準成 走位的靈活 都值得香港身受學習 間中送兩聲咆哮都嚇得下人 做指導的James Harden 經廣州到香港再飛台灣 第一次來香港的JH 玩轉香港景點 還上山頂看看這個東方蜘蛛 他就說很喜歡 很美麗的城市 很少雨 但很友善 我感覺到香港來香港 這就是最重要的 我感到興奮 可以看到其他城市 去年由雷霆轉到火箭 雖然火箭在NBA西岸八強出局 但占士下登的好表現有目共睹 他亦特別欣賞隊友林舒浩 很棒 JH是一個很好的技巧 我們做得到很好的事 我們把球比事 做得出來 我們和国火箭 做得比多 我們說得到一年 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比相適合 差別 這年以往 這邊 會比較容易 我們今天 現在我們有一個年 一圈香港 隊長 我們工作 一組 我們不可能 沒有機會 我們有一個 正在訓練 來吃 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得到 夾一組男子籃球聯賽季後賽展開 四強戰採用三場兩勝制 南華鬥永倫依然火候十足 曾經在常規賽輸過給永倫的南華 6-1-1這一夜打了一場復仇戰 就算黃金戰士分別有李奇和方誠義 各入15分都是屠然 劉子健獨力撐起紅衣軍交出全場最高的17分 協助南華打勝仗 半場領先33比27之下 全場就贏68比58 只要在6-1-8的game2再贏一仗 就可以製身總決賽 歷史性首次贏得常規賽冠軍的菲英 同樣在季後賽四強先不頭籌 接受福建挑戰表現出冠軍隊的處變不驚 上方多次交換領先位置 半場領先28比25的菲英 雖然大部分時間沒有法子拉開比分 但梁文雄和蔡隆德各入17分 成為菲英最終飛得起的關鍵 這支白衣軍最終險勝69比64 三場兩勝制的四強戰 長數領先1比0 還可以用這場勝仗慶祝菲英捧走常規賽冠軍獎盃 亦為爭取打入總決賽 打了支強心針 節目結束前 和大家欣賞端午節龍舟勁道的精華 多謝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下星期再見 拜拜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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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